当然我们可以有时间去大自然里面 我们除了鞋在草地行走下 就可以做到接地器 但是城市人工作这么繁忙的时候 其实现在市面上已经是有一些接地器的产品 在我们的健康店 这里有很多的客人买了回去家里 每一天都可以接受到这个接地器的治疗 接地器的产品可以在我们六创意的健康店 可以买到的了 联络电话是28824848 如果听众想购买今集袁医生所提及的产品 可以打去六创意健康店 电话号码是28824848 又或者可以浏览六创意健康店的网址 欢迎收听原网台的自然疗法与你 我是Della 今天会继续和袁大明自然疗法医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医疗资讯 和最新的发现 让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乐的人生 Hello 袁先生 你好 Hello Della 你好 大家好 我想今天大家都意会到的了 我们在传媒上得到的消息就是 拜登应该是当选下一任的美国总统 他是第46任的 他今年77-78岁左右 大家都知道拜登曾经做过副总统 但是估计很多人都不知道 其实他一生之多都是很悲情的一生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其实他发生过三场悲剧 在早年的时候 在1972年的时候 拜登带了他三个小朋友 和前面的太太 发生了意外 而他太太和女儿都是过生的 而两个儿子都受了重伤 之后他变了一个单亲的爸爸 要独力照顾两个儿子 而在1988年的时候 到他中年的时候 46岁 原来就发现到他有个脑瘤 他经常性头痛 而经历了两次高危的脑动物瘤 的撤除手术 差点都没命 而在2015年 即早五年前的时候 他的大儿子也是英年早逝的 在我们人生里面 都是算一个高龄的时候 的情况之下 73岁当时 就要是白头人送黑头人 而今年呢 亦都是他另一个高峰状态 就是他当选了 第46人的总统 还他说回 他当时有这个脑瘤的时候 原来他经常都是头痛 我们也知道 在香港我们也有两位女的议员 曾经亦都还了这些 报道上画了这些血管瘤 余医生 可不可以和我们听众分享一下 究竟这些血管瘤 或者这些瘤 是怎样形成的 会有什么病征 让我们了解一下 其实什么叫血管瘤 其实血管瘤 在我们的动物里面 某一个位置是发现 是胀胀了 胀胀了 胀胀了就是因为 血管壁薄弱了 它不是一个固体的肿块 只不过血管壁薄的地方 好像气球那样 它视乎它的位置 主要是一个动物 很多时候 它的部位会在我们的大动物 Aorta 通常在我们的胸 和我们的腹部 后面有一条很粗很粗 最粗的动物就是那个位置 另外有个地方 就是在我们的脑里面 这个是比较深层 深一点的 通常我叫做Circle of Willis 这个位置 一个圈 一个循环的血管地方 通常是比较脑的底层 所以为什么呢 这个手术有危险 它不是很表明 是深入的 当然 它也有时会在我们的四肢 尤其是我们的膝头骨 后面 有时会出现这个地方 但当然 它也可能会出现 我们的心脏血管 很容易是导致心脏病 患者里面 其实男女都差不多 都是有这个风险 其实他们会有些什么 有些如何形成的成因 成因 通常大部分都是血管硬化 就是长期的血管硬化 OK 也有时有些是属于天生性 就是先天性 先天性 先天性的家属性 是有些血管硬化的 很容易是导致 这些这样的血管 就出现这样的泡泡 另外有些原因 可能因为是有霉毒的感染 OK 导致大动物受了感染破坏了 当然也可能是受伤 通常年纪大些 就是危险多些 但你看到香港 我们所认识的两位女议员 都不是这么大年纪 拜登当时出现这个问题 都在说是46岁 他不是很大的 当然高血压 通常是伴有这个问题 其他就是喝酒 过度肥胖 但很多时候 是家族性的血管硬化 是一个主要的成因 其实会有些什么 我们在报道上知道 除了头痛之后 还会有些什么的迹象 有些什么一般的症状 我怎么知道你会有这个问题 是不是 那些人经常去照镜 照X光 来做个血管道管 就是不会这么做 通常呢 就视乎是什么位置 譬如你在那个 在胸部的位置 通常你会感觉到 有个胸口痛 颈部 背部 和腹部 都会有种痛 那这种痛呢 通常呢 可能来得很突然 和很尖锐 尤其是我们腹部的 那些血管瘤 是会导致 很多时候 是背脊痛 是很突然之间 很尖锐的那种痛 这种痛 就不是我们扭伤腰 闪腰 那些这么简单 通常呢 痛的位置呢 是会被我们的胸 就是背脊的 中部的位置 不是很低的 所以呢 你一遇到这些情况 尤其是看那个人 是肥肥大大 肥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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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都有机会这种东西的 那我在加拿大 曾经都遇过这些病人的 是 他是一个年纪大的人 那他身体很肥胖 肚腩大大的 那最后他都发现 原来他都是 这个问题 突然之间过身的 因为很多时候呢 当他出现的时候 是你都很急的 是 那你知道呢 那个腹部 那个大动物呢 是很大的 就是差不多 那么多一寸 一寸的直径 是很大的 那你想象呢 这些这样的动物 一爆是控制不到的 通常都是 那个死的机会 都会很高的 OK 但当然了 如果你那个血管瘤 是我们的脑部的位置 那就可以想到 脑部的血管有膨胀 那所以常常有一些密薄的那种痛 那就是头痛 那是一个主要的症状 是 还有人很累 还有有时候 有些麻痹的感觉 还有呢 有时候呢 是眼背后痛 或者呢 视力有改变 或者甚至乎 是部分的 的失明 都会有感觉 或者呢 你的那个 瞳孔呢 是两个不对称 一边大 一边小 那么 那么当然了 如果你那个血管瘤 就是我们心的肌肉里面呢 会形成我们的心跳 不规则 还有呢 我们所谓叫做 就是一般性的 心脏粗 就是衰竭 充血性衰竭 那样 那所以我们 其实一般人 遇到这些情况之下呢 在医学上呢 通常怎么做呢 一般来说呢 开刀 就是开刀 就是开刀的风险很大很大的 是的 那所以呢 他通常呢 就会用 控制那个病人的血压 嗯 就是希望呢 血压 不要那么大 长期 长期控制之下呢 那他这个 他这个血管呢 就不会继续 脏 不会爆 OK 那么在我的经验里面呢 我也遇过有一个病人呢 他那个呢 是一种 一种先天性的 叫Marvin syndrome Marvin syndrome 就是我们叫做 蜘蛛人来的 他很高 手指长 很长 但是呢 这种人呢 很多时候呢 血管身体上 很多不同位置的血管流 嗯 很可惜呢 这个病人呢 来了之后呢 我也解释过给他听的 OK 那 但是呢 他都 结果好像都去 都去採取 一个大串的手术 结果好像都是昏迷不胜 是 这是一个很大的 很多的危险 OK 那 那当然了 如果你的 在我们的 同类疗法里面呢 我们经常呢 其实呢 过去有几十个疗剂 帮助这种问题的 嗯 那 其中里面呢 我跟大家分享几个 好 始终疗剂都是很多很多的 没错 这种疗剂呢 都是有它的独特的症状 OK 那 第一个疗剂呢 差不多是 其中一个最常用到呢 就是 Bereta Carb 是那个碳酸胚 Bereta Carb 通常这种的情况呢 通常都是一个 高血压是一个 基本的现象 来的了 那 就整天 就是说在头部那里呢 就整天觉得 头部那里呢 就有一些密动的 嗯 那种的 感觉 同的那种 通常是很激烈的 还有很长期的 很长期的 密动的声音 那麦波就很 很红大 还有很硬的那些 那麦波也都会慢 还有那个 小 那最主要呢 那些人呢 就不可以用脑 一用脑 或者情绪的激动呢 就会产生不舒服 嗯 而且呢 他身高双手呢 会觉得那种症状 会头痛会厉害些的 那这个呢 是我们叫做 那个碳酸胚 这个的症状 那 另外一个呢 就是 大花仙人掌 叫做 Cactus Grandiosum 大花仙人掌 嗯 那这种的症状呢 就是这样的 通常这些人呢 就如果 吃少了一餐 都会有头痛的 那整天呢 感觉呢 头托顶呢 有一个很重的 的 的压着他 这样的 那 那 傾向右边 右边那些蜜薄痛 头痛呢 通常呢 就比如去看电影啊 看那些 歌剧啊 声音啊 那个 强光呢 是会令到他痛的 OK 那通常呢 这个痛呢 就是有周期性的 以及有压迫的 以及一种 就是一种脈搏性的痛 嗯 所以呢 很多时候呢 这种这样的头痛呢 就好像脏了 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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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面倒是大先人掌的主要的病症呢 就会觉到头呢 好似有有一半 三大icas 通常丐型的人会感觉是头热, 面是青青的 不想用脑那么厉害 往往头有冰冷的感觉, 尤其是在右边 或者头部有些特别的部位是特别冷的 尤其是头顶好像冰冻 有些时候可能情绪因素不开心 会导致头顶有种轻的感觉 还有, 总是觉得头顶有些重物坠 当头痛的时候, 手和脚都冰冻 有些时候搬出重东西, 或者用脑会头痛 有些时候有些作喚感 也有些情况, 长期的脑水肿 通常一般丐型的人, 尤其是小朋友 小时候头大大, 但腹部很胀 头大腹胀, 或者头部的烟门 有些时候关合得慢一点 通常丐型的人很容易出汗 很常出汗令枕头都湿了 还有, 有些时候头发会有些痕 早上起床就出汗令枕头 这是典型的阔型的人的症状 好了, 这是第三个剂 再介绍一两个剂给大家 另外一个是酮 酮通常会出现在脑膜炎 通常脑膜炎的时候, 头部不能够树立起来 头部就要转到枕头 通常这些情况, 很多时候用一些发羊雕 发羊雕之后, 突然之间头痛 也有时感觉有些水倒在头部 头痛的时候, 整个人虚虚 还有, 那种痛就好像一种 损了乳乳的那种痛 还有, 转了眼睛也会觉得痛 这个就是痛的主要症状 痛的时候有抽筋 抽筋的时候, 手指转得很入 这是痛的疗症的阵型 好, 接着另外一种就是 Spigeria, 赤金草 赤金草通常是一种神经痛 很多时候用在三沙神经痛 或者面部神经痛 通常这种痛是一种扁头痛的感觉 由太阳雨一直伸展到眼 通常是单边的, 尤其是左边 那种痛就是脈搏痛 通常是痛的时候, 不可以走路 不小心, 坐一坐, 痛都很厉害 也有时候那种痛 好像有一个环是固住头那里 或者有时候, 痛是由左边的头尾枕 到左边眼那里 垂下头就更加痛 这个通常出现神经痛都很厉害 这个就是赤金草的主要阵型 除此之外, 还有一种 这个比较常用得到 就是我们叫做绿化杯 绿化杯 绿化杯的主要阵型 都是这种血管瘤症状 血管癌化 还有两种常用的是 南美蛇毒和石虫营 南美蛇毒都是觉得头很胀 血就冲上头的感觉 很聚聚的感觉 太阳晒得到头痛很厉害 或者是头痛的时候 在经期来的时候特别痛 或者是在筋炎期那段时间 通常都是在左边 左边型 还有这些人有很多时候 有时候有经历喝酒 喝得很厉害 好了, 最后一种就是石虫 石虫型的头痛是右边比较多些 就是右边开始 有时候右边慢慢走到第二边 通常这些人 就是很肚饿的 不饿得的 一饿陈就会差 吃了东西就好些 所以这些人通常 一饿就出现头痛 跟大家介绍这几个疗势 大家可能对这方面 对疗法的认识不太深 有时候是未必会 怎知道你用得好不好 是 很简单 譬如如果你发现自己有这个问题 那你又不想用这个开刀的方法 因为很多医生都未必会建议的 因为你可能在收索床上 不会醒的了 那你就可以适当 用这个疗势 你就试一下 是 因为你有一个症状 通常是你经常性头痛的 那如果你用了这个疗势之后 那种疗势之后 那种疗势是减了或者没有了 那你知道这个疗势 应该顿你有效的了 那当然了 你可以做一些賴痕的检查 譬如有些 就是视乎那个位置是什么地方 通常都是大北外 是做些什么呢 做X光 尤其是腹部那些 做X光可以照得到的 然后打側照 你可以看到那个大动物那里 又有丐化了 还有有一种烈的感觉 那有时候呢 可以用那些超音波 超音波可以的 或者用那个磁力控震 或者用那个MRI 或者一个CD scan 那个X光的断层的检查 那也都有时候呢 如果只是腹部呢 可以用超音波都可以的 那也有时候呢 用一些造影 那个血管的造影 那这些都可以帮助你呢 去看一下 你那个血管磁的状态是怎么样 那所以第一 你有症状 譬如你吃了疗势之后呢 那种以前可能的背脊痛 那些痛 可能没有了 那但是你都不知道 那个磁有没有改善呢 那你就可以用这些方法去跟踪 那所以这个是很值得的 因为始终呢 这个问题呢 其实其实真的很危险的 那所以我希望大家呢 如果是听得到这个片段 这个资料呢 不妨可以试一试 一个痛的疗法 来医治血管瘤 是啊 那其实呢 大家有时候可能听下去呢 或者我们都知道 香港都有两个女议员 有这些 那其实现在也都看到 这些这样的毛病呢 都有机会是年轻化了 都不是说那些大年纪 那刚才袁医生解释过 给我们听他那个 成因 或者是有些什么的症状 那这样 那如果听众的朋友 那你身边的朋友 或者家人呢 都有经常发现到 这些的头痛啊 那些什么的 又做过很多时候的 的情况 都不知道什么原因的呢 那其实 可能再做一些 深入一点的 试检啊 那看看确定 是不是一些 属于血管瘤 那如果真的 血管瘤的时候呢 那都不需要 这么担心 那正如 刚才袁医生说 很多医生 都担心 那个手术 那个风险性很高的 都未必会 会建议做 那怎么样好呢 那我们呢 始终呢 我们都可以有 及早医治的方法 那刚才解释过 介绍过几种疗剂 那正如 可以买回来 听一听 试一试下 其实大家要知道呢 同学疗法呢 其实有成250年的历史 英国皇生一直都用 其实很多 我们很出名的 过去的 很多出名的人物呢 其实都是同学疗法的 拥护者来的 所以不要觉得 这个同学疗法 好像什么 其实同学疗法是全世界 第二大医疗 有75个国家 有政府认可 同学疗法医生行医的 所以呢 同学疗法 是我所认识的 这么多医疗里面 是最安全的 嗯 没错 可以放心 可以放心用 不会有些不良的副作用 如果大家想了解多些 关于这个同学疗法的 可以留意我们的网址 三个W.AHI.COM.HK 那定期 袁医生都会教授了 一些同学疗法的课程 可以给大家去认识的 而提及到那些的疗剂呢 在我们的六创意健康店上面 也都可以买到的了 那希望大家收到的资料之后 如果真的遇到这些 健康的问题呢 是及了医治 不要等到呢 就是做完了一些的手术 或者是拖延了之后 引起那些的 或者用了其他那些 有副作用的药物之后呢 搞到有后遗症呢 才来到再用其他的方法 用一个正确的方法去医治 今天袁医生和我们分享的时间都差不多了 那如果大家有些什么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打以下这个电话 和我们袁医生做一个会诊 电话号码是25773798 如果是想找关于那些产品上面的 可以直接打去我们健康店的电话 是28824848 而在海外的听众也可以透过Skype 和袁医生做一个网上的会诊 可以email到 cesatnaturalhealing.com.hk 如果想重溢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回我们的网址 ww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回YouTube搜寻 自然疗法语力 就可以听回我们的节目了 今天麻烦你了 袁医生,拜拜 多谢大家收听,拜拜